台中望高辽路段附近经常出现飙车阻 警方决定在前方两处近90度的弯道前 设立测速照相机取缔违规 没想到现在因为这支照相机架在变电箱的后方 让不少骑士抱怨 现在有了测速告示牌 但还是被树枝挡住了 转弯都在注意来车跟控制机车根本看不见 也质疑警方会不会是年底缺业绩 但这回警方又表示一切都是合乎为定 就是这张照片在网络上引起讨论 变电箱后方竟然藏着一支测速照相机 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 网友超速被拍照才赫然发现有测速 质疑警方难道是年底缺业绩了吗 这样是不太OK了 应该要告示一下 这样就很像检举有没有被偷拍的那种感觉 他应该要往前一点 就是明显一点让民众都知道 这点就在台中大渡山望高辽 通往夜景公园前有两处近90度弯道 经常有机车族竞速飙车 耍帅不成当场勒残了 甚至还有人失控撞车 台中望高的路段 也燃成了飙车胜地 因此警方驾车测速照相机 限速50公里 却被民众抱怨摆放位置太隐秘 告示牌也被树枝挡住 骑车经过完全看不到 警方表示测速照相机前300公尺 都依照规定设置告示牌 执法过程合乎规定 每月平均取缔50件 望高辽山路崎岖危险度高 别为了一时追风忘了时速 被闪光灯一闪 可是要吃上罚单 戒中部中的